做人贵有自知之名 应该时常的拿镜子照照自己 在镜子当中端详自己 你才能分清楚 哪些人是真正的在赞美你 哪些人是在阿谀奉承 哪些人是在恨你 哪些人是在爱你 否则你是分不清楚自己 如果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而不把别人当回事 总有一天的结果就是 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 视频中这名被图蕾老师 骂没有自知之名的女子 名叫小苏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惹得图蕾老师当场怒骂 他不把别人当回事呢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小苏和男友小王的 日常相处中说起 你说一开始我对你多好 就是我们一起学画画的时候 从早到晚 从头到脚 你说我跟你照顾的怎么样 一周有七天 我能给你买七种早餐 包子油条 煎饼麻花 就市场上能见到的早餐 我都给他买过 说起两人恋爱的过往 小王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 那简直就是悔不当初啊 当时看着小苏长得好看 以为是个温温柔柔的小姑娘 小王开启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结果追到手之后 发现小苏竟是个公主 而她则成为了公主的仆人 先是早点不能每日重复 不然公主就会发脾气 后来甚至是连吃饭 都要小王给喂到嘴边了 不然就要迎来一顿暴怒 就比如唯一一次小王气晚了 没来得及买早餐 就把买的鸡蛋包好皮喂到嘴边 小苏就直接生气了 他扔了 他把鸡蛋喂我的时候给扔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他给扔了 他喂你 是 我那天不太高兴 然后他给我鸡蛋的时候 他竟然扔了 当我的面 我怎么扔了 我扔鸡蛋干嘛呀 我是包好了 递在你嘴边 我行你吃吧 宝贝你吃吧 我以为他要张口吃呢 谁知道一张口吃我滚 你那边起那么晚 给我买早餐都上课了 我怎么吃啊 要不说不能对一个人太好呢 因为他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反而会将你唯一一次对他的不好 记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为什么做了一百件好事的人 做了一件坏事会被骂坏人 而做了一百件坏事的人 做了一件好事会被夸好人 小苏你就说上拿找一个一周七天 不买重样早饭的男友吧 不说也让你一周七天不买重样给男友 但最起码也要给男友买过一次早饭吧 连一次早饭都没给男友买过 却反过来埋怨天天给买早饭的男友 现如今的世道都变成这样了吗 而小苏这一生气可不得了 一直生气到中午的午饭都不吃了 非得让小王把早上吊在地上的鸡蛋捡起来 才愿意勉为其难地原谅小王 然后大发慈悲地吃午饭 这样的行为 就连一旁主持这么多鸡 自诩见过很多奇葩情侣式的赵川老师都坐不住了 不是那一上午那鸡蛋都在地上躺着呢 他是我们画师出了名的暴脾气 然后那个鸡蛋掉在那个地上 周围的垃圾全没了 就一个鸡蛋掉在那地方 我中午回去一找一找我就找着了 鸡蛋看我我看鸡蛋 然后我一生气 当着他的面捡起来我就吃了 你吃了 吃了 真吃了 那个土孩嘎帮着呢 要不说老实人好欺负呢 女友生气说的奇话 小王是真的挺的 连吊在地上一上午的鸡蛋 他也是真的吃啊 这不得不说小王是真的宠着小苏啊 也难怪小苏会有这样大的脾气 换作谁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脾气也会变大 要不说被偏爱的人都有恃无恐难 但是呢 恃宠而娇也要有个度啊 毕竟小王也只是小苏的男朋友 还不是小苏的丈夫呢 小苏要是现在就娇纵成这样 以后两人结婚了怎么办 难不成小王还要伺候小苏洗澡穿衣 哎你还别说 小王还真这么做呢 当然不是伺候小苏洗澡 而是伺候小苏洗脚 就是晚上给他洗脚 真的吗 你说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条件挺艰苦的啊 晚上那热水也少 我一下课 我就这个左手滴溜一个暖壶 右手滴溜一个暖壶 脖子里缠着毛巾 我刷刷了就给他打水打完水 然后我就去他宿舍 我都巴不他尝一口那水温度行不行 我到这份上 好家伙呀 这架势 比当时慈禧太后都有过这儿无不及啊 或许慈禧太后都没让人这么伺候过 小苏你是上辈子拯救了世界吗 能得到一个如此宠爱你的男朋友 要小别说呀 有这样把你放在心上的男友 就不要随便乱做了 好好的过日子不就好了吗 享受男友的宠爱不就是美滋滋的吗 说不定就有好多人羡慕小苏你呢 但是人家小苏不啊 放着好好宠爱自己的男友不宠 非要做 非要闹 我还没尝吗 你怎么尝啊 你真想让我尝吗 怎么说话这么气人呢 要是说这些平常的小事倒也还好 怎么说也只是小王和小苏情侣间的 不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随着小王对小苏的宠爱加剧 小苏的做惊行为也越发变本加厉 更是直接插入到小王的交友圈内 接下来小王说的话 才让众人更加好奇 这个男生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他那天当我面 跟那个女生 就是高中同学 一起唱情歌 当我面 勾肩搭配的 你可别提了我 什么时候和他勾肩搭配了 你能实话实说吗 在KTV我们同学聚会 然后那个我那同学就是邀请他 就说哎呀 咱们一起来唱个歌吧 然后他那态度 哎呀我不唱 你自己唱去 我不会唱 哎呀呀 你拨人家面子还拨得这么厉害 弄得人家很尴尬 脸直接都绿了 我说你跟什么拼生气 来我来 然后我觉得还给你 你们还眉目传情 你看你那眼神 你们俩互望那眼神 也不是对他眉目传情啊 唱歌走心了还不行吗 你是对他走心啊 还是对哥走心啊 我肯定对哥走心啊 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是对他走心呢 你就是变了 你现在就是变了 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没看出来我们的小苏 还是一个非常爱吃醋的人 不过呢 要不还是说小苏对自己不自信呢 不就是唱首歌吗 而且小王也是为了给小苏台接下 才和女生唱歌的 怎么小苏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生气起来呢 小王这么宠着小苏 小苏还有什么不自信的呢 而这还只是个开头呢 结果没过多久 小王又收到了一个女同学的生日邀请 好巧不巧这条邀请被小苏给看到了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小苏直接把女同学给骂了一顿 然后把女同学给拉黑了 也因为这件事情 两人还因此分手了两个月 但是没过几天就和好了 而说起和好的原因 也是挺让人哭笑不得的 不还是因为我念他对我好 然后舍不得嘛 然后发展信主动求和的 然后呢 你就又回去了 然后稍微聊了聊 还稍微聊了聊 你看他那不大乐意那样 他还给我摆脸子 你当时你什么样 你能记得吗 怎么跟你摆脸的 是你先给我甩脸子行吗 给我发个短信 怎么样生日过得怎么样 我没去你还问我怎么样 故意在那气我 不不 他给你发了什么向你求和的短信 我特好奇这个 我说那个我有点舍不得你 然后就说原谅他了什么的 你原谅他了 他跟你提出分手 你说你原谅他了 你同意好了 所以我还是和好了 实不相瞒呢 小编还是头一次听到是这样和好的 闹分手的是小苏 骂人山好友的也是小苏 最后说原谅你的还是小苏 咋啥好赖话都让小苏给说了呢 不过呢 令人好奇的一点就是 小苏找小王和好 究竟是觉得自己喜欢小王 还是因为在分手的两个月里 离不开小王的保姆是照顾 而回来找小王复合的 这两者可是有巨大的区别啊 一个是因为喜欢小王 一个则是因为自己的利益 毕竟谁会拒绝一个免费 又照顾的全面的保姆呢 那么你以为经过这次分手以后 小苏能常常记性 最起码能安分一段时间 不再跟小王乱闹乱吃飞醋的话 那你就错了 小苏还是那个小苏 连一点配方都不带改变的 你说这个女性朋友对吧 这个异性 咱就不提了 你说我和我哥们一起 你给我个面子能怎么的了 就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嘛 喝得有点这个头晕了 我说那个你去帮我拿瓶水吧 跟他说 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其实你当然后悔了 我怎么能使唤你呢 对弄不死你 对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然后他也给我生气了 能不生气吗 你当着他们面使唤我 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不理我 跟你说话一句都不理 然后想起我来了 就使唤我去帮你拿东西 凭什么呀 凭什么帮你拿 拿没拿 没拿 除了没拿之外 还做了什么吗姑娘 没做什么 依你的脾气你一定会做什么呢 他那么多朋友给他个面子 你没说话 我说不拿就不拿 然后他自己去拿 你不会这么温柔的说 不拿就不拿了吧 我说要拿也自己去拿 凭什么让我去拿呀 哦你看看 这是实话了 听听就连赵川老师都听不下去了 小苏你就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有多过分吧 小王再怎么说也是你男朋友 在朋友面前给他点面子又怎么了 而且帮忙拿个东西也不过分吧 你也要想想小王为你做了多少事情吧 使唤小王的时候倒是顺手 结果到自己身上了 却处处不愿意 好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也就不说了 也能用小苏年纪小不懂事一句话给概括了 那工作上的事情 小苏总要理解理解吧 但是人家小苏不懂还是由着自己性子来 就这段时间就是该出去工作 该出去实习了 对吧也是联系有点少了 你说我工作咱这意味着未来的大事对吧 事业上的事你说你还阻拦我 还和我耍小脾气 你还好意思说 一整天都不见面 回来就给我弄的样看 说你累啊什么的 看我不开心是不是 济南那个堵车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一下车都找不到腿 腿都没知觉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我不是也是为了咱俩的未来吗 要不然谁会那么累呢 我在宿舍打个游戏多好啊 就是啊 你在宿舍不行吗 别去了 以前咱俩天下在一起吧 你现在呢 都一天都见不着面 还一个学校呢 还见不着面 多可怜啊 咱就是说不懂事业得有个度吧 一个马上都要毕业的人了 总有一天是要迈入社会工作的 结果现在就因为工作太忙 见不着面呢 那以后怎么办 不工作了 那吃什么喝什么 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 那这还有什么未来可以谈的 真的是为小王的以后捏一把汗 男人稚气肯定是要去外面闯荡自己的事业的 总不能一整天就像个保姆一样 守在小苏的身边端茶倒水吧 都说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懂自己疼自己的女人 那就是再累再辛苦 心里也是甜的 而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女人 日子再甜也是苦的 对于小王来说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毕竟因为小苏 他已经将一个很重要的合同给搞砸了 就连原本很器重小王的上次 也因为这件事情 对小王失望了起来 公司派给我一个客户 然后让我给他谈 都谈得很好了 就是只剩一些细节问题再处理一下 就签合同了 他就把人家那个女客户给人骂了一通 还把人给删了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问你话 你都不搭理我 一直在玩手机 能不生气吗 我也搭理你了吧 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 你没理我 吃饭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这是个急事 边吃着饭 我这边还聊着呢 他就不行了 直接躲过来把手机抢过去 就跟人发了几条 就特别难听的话 还把人给删了 你说你让我在公司里怎么待下去 老板看我 以前多器重我 就是什么活动我去干 现在呢 你杀了你再加回来不行吗 你开玩笑 人家把你骂一通 再给你加回来 你加回来啊 我真是气死我 我真是要爆炸了 小编是真的很想采访一下小苏 是什么勇气 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梁静茹嘛 在私人生活中 对男友小打小闹就算了 或许小王还能觉得是小苏可爱 但是换到工作上 那就不是可爱了 那是烦人了 这真的让人好奇 小苏真的爱小王呢 姑娘你爱这个男人吗 爱 特别爱吗 嗯 他腿疼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啊 他腿疼我腿又不疼 啊 你看看 真的是一言难尽呢 嘴上说着爱小王 实际行动上 却看不到一丁点的爱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一旁的评委老师 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呢 当一个人百般地容忍自己的坏脾气的时候 可能性只有两种 要么爱你 想疼你 要么恨你 想要抱 做人贵有自知之名 应该时常地拿镜子照照自己 在镜子当中端详自己 你才能分清楚 哪些人是真正地在赞美你 哪些人是在阿谀奉承 哪些人是在恨你 哪些人是在爱你 否则你是分不清楚自己 如果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而不把别人当回事 总有一天的结果就是 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 那个时候难堪的是自己 正如图雷老师说的那样 一个女人 如果要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怎么过她也是花架子 与其被别人嘲讽 还不如靠自己 活出自我 让别人从心底尊重自己 而男人也不是不可以宠 但要有程度的去宠 因为一旦超过了这个程度 宠就变成了人 那么对双方都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图雷老师的话 犹如一记重锤 狠狠砸在小苏的心上 也让他彻底觉醒 好在醒悟的时候并不晚 所以最后两人也是再度和好 其实爱一个人 意味着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结于对方 包括拾问和生命的活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爱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 有爱的能力的人 懂得与对方恰当的融合 但又保持了自己人格的 独立和完整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感谢观看